月是心二歲 陪你喝一杯 我要美酒加咖啡 一杯再一杯 我並沒有醉 我只是心二歲 開放的花蕊 你怎麼也流淚 如果你也是心二歲 陪你喝一杯 我要美酒加咖啡 一杯再一杯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洪寬 今天是6月12號 我把這個音樂關了 星期一 非常忙的一天 今天突然之間進入盛夏 非常的熱 在外邊活動活動就是滿頭大汗 有點像南京的夏天一樣 華盛頓就這個特點 春天特別短 說熱就特別熱 一下就進入盛夏 今年還慢了兩個星期 我們前面兩個星期就等於是白撿來的涼爽天 今天特別熱 忙了一天 喝點酒 洗個澡 休休息 先跟大家聊兩句 首先這個是昨天 郭文貴先生在他的推特當中提到了 說要到我這兒來喝酒 她也想這個長生不老 好事啊 老郭 隨時來喝啊 咱這兒酒自酿的 真的是你有錢在別處買不著 我這個是用於一種特出的 從這個長壽地區 就是得到的一種長壽菌 它是一種真菌和細菌 長在一起的 就有點像東蟲夏草那樣的東西 是這個啊 前蘇聯的研究人員認為 這個是導致那個高加索 北路 那個長壽區的人長壽的根本原因 老郭 你以後喝著看看你要喜歡這個味的話呢 以你的影響力 如果你在中國人當中給提一提的話 咱中國人都自酿這個酒喝 那就太爽了 大家都可以長壽啊 所以說老郭啊 像你這樣有影響力的人啊 我有一個比喻啊 這個大威啊 他就像一個手電筒 他能夠給粉絲照清出前面的路 不僅僅是照清 而且指明了方向 所以大威身上的這個彈子是非常重的 你就是一個高倍的這個大功率的一個探照燈 你照到這些這個盜國賊的身上 盜國賊就是渾身發抖啊 現在誰都怕你 但是你要這個正能量用來傳播一些好東西 比如像我這個自酿的這種長壽生葡萄酒 生葡 那全國人民喝了之後很爽 而且很便宜 你像我這一瓶的話 成本只有兩塊美金左右 這個如果是自己種葡萄 那成本還可以降下來 葡萄哪兒都可以種啊 咱中國這個大量的沙漠戈壁攤 那種葡萄那是非常好 將來中國沒有理由不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這個葡萄酒供應基地 而且是如果是用我的長壽軍的話 又好喝又養了生 而且創自己的牌子 這個以後 中國的土地制度解決之後 咱們都可以做 另外回應兩句 上一期這個節目 紅環推牆76 講到這個曹操和趙紫陽回應兩句 這個有一些人在那罵 這個罵呢我看了之後 我都懶得回 一方面很悲哀 這些人啊 就說沒有自己的思考能力 另外他這個思想呢 就是禁錮住了 這個 中國人作為一個中國人 你要想思考的話 這就是一個災難的開始 所以我很同情他們 其實我做這個節目啊 完全是非盈利的 完全是為大家服務 完全是貢獻我的聪明才智 我自己的讀書的心得 人生思考的一些經驗 沒有任何惡意啊 你要覺得好看 您就看 你要覺得不好看呢 您就走就得了 您沒有必要在那兒 非得說留點這個 罵我兩句啊 這個尤其是罵的毫無道理 真是讓我覺得很可惜 這個是低端的讀者的反應 中端的這個讀者反應呢 也不錯 也有一些較好的 但是到現在為止 我其實給大家留了一個作業 留了兩個作業 一個就說讓大家找到 1989年5月16號 趙紫陽跟哥伯喬夫 講話的那個原始的錄像 希望大家找出來 放到YouTube上 把它公布出來 共享 共享出來 到現在沒人做這個事 另外一個我呢 請求大家 懂俄文的也好 懂英文的也好 能夠找到哥伯喬夫的回憶錄 找到他自己描述 1989年5月份訪問北京的時候 他怎麼回憶這個事啊 雖然說我大概知道那個內容 但是我還是想看一看 哥伯喬夫自己怎麼技術的 我沒有這個時間精力去做這個事 如果我在北大當個博導的話 我可以讓我的研究生計做這個事 現在我求助於網絡 沒有人做這個事 可見人呢 就是都想吃現成的 都想去吸收別人的成果 自己不做任何努力 這樣的話 這種共享經濟 共享知識 也不可能走很遠 因為我的時間精力是有限的 我不可能花特別大的精力去做這個事 如果有人比頭是好啊 願意想這個在歷史學界 想立著想寫本書 可以聯絡我 咱們可以聯手寫一本 八九六四 八九六四悲劇的這個演變歷史 我可以指導你們寫 你來寫我指導你 然後咱們共同想這個 這個署名或者怎麼著 也可以找我合作做這個事 這個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你得到我的指點寫這本書 一下這本書就能夠進入到這個 在學術上也好 在這個權威性上 就給自己立到一個非常高的地位上 這個是你陽明立萬 在這個領域當中立著 你找這樣的一個長者 指導你非常重要 這個是說給二十三歲的年輕人聽的啊 有人有這個心願 沒有這個知識儲備的 也可以找我 咱們具體細節再談 其實我現在做這些東西 完全是不是為功利的 只是吃飽了沒事幹 喝了酒 喝完之後總想發點感慨 就是說是這麼個意思 另外呢 我也是有我的價值導向的 就是凡是想推翻共產黨 消解共產黨 瓦解共產黨的人 我都願意幫你 在我的力所能及的這個範圍內 在我的有生之年啊 在我經歷還允許的情況下 我會願意無償的 花時間花精力去幫你啊 這個 我李宏寬過去二十多年 一直是這麼做的 這就是為什麼你可以說 任何人是五毛特務 你攻擊我 說我是五毛特務的話 這個不太管用 我一般是 跟你這麼說 啦啦啦啦啦 一起喊啊 這個五毛死全家 特務死全家 我敢喊這個 因為我不是 我海外民運當中 有很多人面目非常模糊 李宏寬的面目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這個大家要記住啊 你 尤其是你進入一個新的領域 跟一幫新的人打交道的時候 你不知道這個人是幹什麼的時候 你需要一個參照系啊 我可以做這個參照系 我絕對不可能是中共的人啊 我是一定要搗毀中共的人 為了搗毀中共 我研製了這個長壽酒 這個生葡萄酒 生葡 啊 就是為了跟共產黨比賽啊 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 看到共產黨徹底垮台 那麼下面呢 我這個 感謝這個老郭的這個 垂液啊 這個 拉黑我呢 已經解除了 我現在能看到老郭的東西了 非常親切 非常好 老郭如果是真正說要反共的話 你找我就終算找對人了 我是真正反共的 別人是不是真反共 我不好說啊 這個你也不要讓我 就是網友啊 不要問我誰是誰是吧 我要說呢 就得罪人 我輕易是不能說呀 出於策略考慮 我覺得老郭啊 現在出的這個位置啊 是要跟共產黨要 要下定決心 要動真格的了 他自己6月16號也要這個 要有一個重刑的爆料嘛 我覺得老郭現在呢 他跟共產黨這個位置是這樣的 老郭本身是有些東西啊 他要爆料的時候呢 他自己親身經歷的事 他可能是不能說 你比如說他貸款這個事兒 貸款的事兒 其實類似這樣的事情在中國 估計每一個開發商都得這麼做 你要走正規途徑 絕對待不下來 每個人的這個程序 貸款的這個程序過程中 一定是有瑕疵的 就看追不追你 你看這個中紀委追了兩三年 靠了這麼多人 最後追這麼點事出來 你看中紀委北京 中國的這個公安啊 檢察院啊 都是抽大份啊 都都是 就是 就好像這個 就好像 讓我想起薄熙來 他們整了薄熙來 整了這麼長時間 只貪污那麼點錢 而且那個房子 法國那個房子還 說來說去 還是人家 不過我看來做了手腳 人家轉了好幾道時候 你根本就賴不著薄熙來 所以 明眼人一看薄熙來是 真正是大清官 老郭這個清官也是這樣的 老郭這個做生意 還真是還算真是有良商人 他真的把這幣債給還上了 那麼有一個假冒的 任志強在海外冒他的名 在推特上說 說這個老郭這個 你看提前還上了 說真正說貸這個款 那任志強啊小潘呢 老郭這樣真正做個開發的 玩過貸款都知道 這種錢之所以拿到手 首先是老郭已經 跟中國農業銀行的頭 早就敲定了 真正說提前 就說是 已經上層之間搞定了 這個包括這個貸了款之後 大家怎麼分 那麼老郭可能貸100個億出來 真正老郭拿到手 能有50億60億就不錯了 其他的那些 就是銀行自己消消好了 現在中國銀行的這些錢 他都是給了國企 他就是 那麼這些傢伙們都通過海航這樣的 都已經運輸到外國來 他們購置了這個優質的資產 在境外資本主義保護私有財產的這種地方 都成了私有財產了 同志們 咱們中國的銀行的錢 這是一個金融龐氏騙局 中國的銀行早就掏空了 所以說貸點款 這個像老郭這樣能夠做到 老老實實還上 還還了四個多億的這個 八個多億的這個利息上去 老老實實都還上 這樣的優質企業家 估計都 你都找不著很少啊 絕大多數都成了三角債了 都賴著了 所以這個中國的很多那個 你到北京上海這些豪宅最貴的地方 那些大樓 都是被銀行控制的 所以因為這個老總 早就把這個錢套現拿走了 都轉到外國來了 他就享受去了 因為中國共產黨 他不保護私有財產權 那麼大家都很多網友啊 羡慕我在美國的這個 叫歸農生活啊 又過上小農生活了 自己要種點植物啊 享受享受啊 這個真正的新鮮的綠色的 這個這個有機的生活 咱中國人已經被剝奪了 什麼原因啊 中國農村土地不確定啊 農民想拿著土地去銀行貸款 然後帶點款到城市做個小生意 不行啊 這土地不屬於你啊 共產黨把土地一充公之後 等於是剝奪了中國農民求生的基本權利 那麼你像在城市裡 像我這樣在中國 比如說在深圳 北上廣深 我有點資產了 我像過農村的生活 我也做不到 我城市我可以帶著一千萬到農村去 蓋一個好房子啊 修個這個 好好整一整塊地自己享受 也做不到 這就是共產黨的邪惡的土地制度 所謂無殘階級專政 所謂社會主義公有制 這個真正害人 阻撓了中國經濟 啊 所以現在因為不是自己的 所以大家就說 就就把環境就毀壞了吧 反正也不是我的 我愛惜他幹什麼 這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 將來我們一定要把它終止掉 要把它徹底廢止掉 啊 中國人啊 老年人歸農 年輕人進城去奮鬥 那麼讓土地進入流通領域 任何人可以買塊地 自己蓋房 可是自己的心願蓋啊 啊 現在這個設計房子 這麼多好的idea 全世界最好的建筑設計師 啊 咱們可以倒過來 咱們自己照樣那個樣子蓋嘛 蓋一個最好的房子 在中國農村 那才是真正的中國的房地散開吧 現在蓋的這個破爛房子 再過20年 全爛掉了 全爛掉了 都是豆腐渣啊 二三成一種中國的房子全是 全是垃圾 沒人要啊 趙紫陽跟哥伯喬夫 講話的那個原始的錄像 希望大家找出來 放到youtube上 把它公布出來 共享 共享出來 到現在沒人做這個事 另外一個我呢 請求大家 懂俄文的也好 懂英文的也好 能夠找到哥伯喬夫的回憶錄 找到他自己描述 1989年5月份訪問北京的時候 他怎麼回憶這個事啊 雖然說我大概知道那個內容 但是我還是想看一看 哥伯喬夫自己怎麼技術的 我沒有這個時間精力去做這個事 如果我在北大當個博導的話 我可以讓我的研究生計做這個事 現在我求助於網絡 沒有人做這個事 可見人呢 就是都想吃現成的 都想去吸收別人的成果 自己不做任何努力 這樣的話 這種共享經濟 共享知識 也不可能走很遠 因為我的時間精力是有限的 我不可能花特別大的精力去 去做這個事 如果有人比投資好啊 願意想這個 在歷史學界 想立著 想寫本書 可以聯絡我 咱們可以 聯手寫一本 8964 8964悲劇的這個演變歷史 我可以指導你們寫 你來寫 我指導你 然後咱們共同 想這個 這個署名 或者怎麼著 也可以找我合作做這個事 這個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你得到我的牌子 這個以後 中國的土地制度解決之後 咱們都可以做 另外回應兩句 上一個 上一期這個節目 紅環推牆76 講到這個 曹操和趙紫陽 回應兩句 這個 有一些人在那罵 這個罵呢 我看了之後 我都懶得回 一方面很悲哀 這些人啊 就說沒有自己的思考能力 另外他這個思想呢 就是 禁錮住了 這個 中國人 作為一個中國人 你要想思考的話 這就是一個災難的開始 所以我很同情他們 其實我做這個節目 完全是非盈利的 完全是為大家服務 完全是貢獻我的聪明才智 我自己的讀書的心得 人生思考的一些經驗 沒有任何惡意啊 你要覺得好看 您就看 你要覺得不好看呢 您就走就得了 您沒有必要在那兒 非得說 留點這個罵我兩句啊 這個尤其是罵的毫無道理 真是讓我覺得很可惜 這個是低端的讀者的反應 中端的這個讀者反應呢 也不錯 也有一些較好的 但是到現在為止 我其實給大家留了一個作業 留了兩個作業 一個就說 讓大家早到1989年5月16號 看看你要喜歡這個味的話呢 依你的影響力 如果你在中國人當中給提提的話 咱中國人都自酿這個酒喝 那是太爽了 大家都可以嘗受啊 這個 所以說老郭啊 像你這樣有影響力的人啊 我有一個比喻啊 這個大威啊 他就像一個手電筒啊 他能夠給粉絲 照清出前面的路啊 不僅僅是照清 而且指明了方向 所以大威身上的這個彈子 是非常重的 你就是一個高高倍的這個 大功率的一個探照燈 你照到這些這個盜國賊的身上 盜國賊就是渾身發抖啊 現在誰都怕你啊 但是啊你要這個正能量用來 傳播一些好東西 比如說像我這個自酿的這種 常壽 生葡萄酒啊 生葡 那全國人民喝了之後很爽 而且很便宜 你像我這一瓶的話 成本只有兩塊美金左右 這個如果是自己種葡萄 那成本還可以降下來 葡萄哪兒都可以種啊 咱中國這個大量的沙漠 隔壁灘 那種葡萄那是非常好啊 將來中國沒有理由不會成為世界上最好 最最大的這個葡萄酒供應基地 而且是啊 如果是用我的長壽君的話 又好喝又養了生 而且創自己 這是心兒碎 陪你喝一杯 我要美酒加咖啡 一杯再一杯 我並沒有醉 我並沒有醉 我只是心兒碎 太棒的快捏 太棒的快捏 你怎麼也流淚 如果你也是心兒碎 陪你喝一杯 我又沒酒加咖啡 开拍了吗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洪宽 今天是6月12号 我把这个音乐关了 星期一 非常忙的一天 今天突然之间进入盛夏 非常的热 在外边活动活动 就是满头大汗 有点像南京的夏天一样 华盛顿就这个特点 春天特别短 说热就特别热 一下就进入盛夏 今年还慢了两个星期 我们前面两个星期 就等于是白捡来的凉爽天 今天特别热 忙了一天 喝点酒洗个澡休息 先跟大家聊两句 首先 这个是昨天 郭文贵先生在他的推特当中 提到了 说要到我这来喝酒 他也想这个长生不老 好事啊 老郭 随时来喝啊 咱这酒自酿的 真的是你有钱 在别处买不着 我这个是用一种特出的 从这个长寿地区 就是得到的一种长寿菌 它是一种真菌和细菌 长在一起的 就有点像东冲夏草那样的东西 是这个前苏联的研究人员认为 这个是导致那个高加索北路 那个长寿区的人长寿的根本原因 老郭 你以后喝